香港普通家庭,一天都在忙啥 周六的早上,大家都睡到自然醒 爸爸要看一堆的通告 新学期开学,又有好的兴趣班要开始了 学校的兴趣班都很便宜 一般都是几十块钱,甚至还有十几块钱一节课的 不过名额有限,也是需要抽签的 在橄榄球和篮球的基础上 老大今年又报了一个奥数班和一个无人机的兴趣班 看看能不能录取上吧 吃完早餐,我们出去打篮球 昨晚爸爸没陪老大打球,生气了,今天补上 楼下球场进不去,需要预约 我们去商场的顶楼打 三位男士打球,我们两位女士是他们的小迷妹 还好我生了妹妹,不然啦啦队就只有我一个人孤军奋战了 妹妹很喜欢蜗牛,不过我们今天找了半天只找到了蚂蚁 哥哥说水喝完了,去马当老打了一壶水 回来爸爸说哥哥输球了,生气回家了 越来越有性格了,才十岁就已经进入青春期了 回到家姐姐煮好饭了,番薯苗炒油豆腐和鱼蛋 煎三文鱼,还有菠萝煮鸡腿 妹妹一个人吃了两个鸡腿 婆婆给姐姐打电话,说要她去买点绿豆回来包绿豆沙 所以吃完饭姐姐就去药房买了绿豆和片汤回来 绿豆拌进一包,25块钱三包,片汤15块钱两包 她煮好放火上,到了哥哥他们练柔道的时间了 姐姐带着妹妹跟过去,在旁边的游乐场玩 我在家里看火 没过多久,婆婆他们三个过来了 婆婆说本来是让姐姐买红豆来包的 不知道是听错了还是说错了,变成了绿豆沙 绿豆放的也太多了,它捞出来一些 家里没有臭草也没有海带了 就这样将就包一下吧 有人说为什么不拿高压锅压,很快就软了 我们家没有高压锅 我好像也很少看到香港人家里用高压锅 婆婆说广东人认为呢 虽然高压锅很容易压得很软 但是食材里面的味道需要慢慢熬才能熬出来 就像熬中药一样 绿豆煮好,我们先一人吃上一碗 有个表姐送了几件汉服给妹妹 今天婆婆也带过来了 不过都太大了 婆婆说晚上舅舅也要过来吃饭 我感觉菜不够,出去买点肉回来吧 哥哥说想吃西瓜,我让他自己去提 我们家的娃都爱吃肥肉 所以我每一次都喜欢买五花肉 六点多了,菜卖的也比较便宜了 老板说平时卖七十八的 现在收摊了三十八一斤卖给你吧 我买了三条,九十八块钱 排骨他说平时卖九十八一斤的 现在六十八一斤卖给你吧 我买了八十三块钱的 每次跟二师兄打交道,我都很肉痛 在内地我叫他猪,在香港我必须尊称他为天鹏元帅 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嫦娥能入得了他的法眼 再买几个土豆,十五块钱买了两份 有八个,还挺大的 再买个西瓜,五十八块钱 西瓜马上要过季了,也比较少卖的了 妹妹路过八爪鱼,又说要买 上次是六十四一磅,今天七十五 加起来才发现贵了 没有办法,自己选的菜含着泪也要买完 一条四十二块钱,买好回家了 他们祖孙几个正在聊天 姐姐两母女在厨房忙碌 七点钟舅舅也到了,又拿了一盒月饼过来 今天晚上四个拌菜 今天的盐焗鸡有点太咸了 下次不买了 土豆们五花肉烧的挺好的 但是姐姐居然说放了糖 舅舅说天天吃外卖 就想吃一点家里煮的青菜 吃完饭再一人来碗绿豆沙 我没吃,留着肚子准备吃西瓜 奶奶和一百块钱的故事 又开始上演了 我给大家拉,拉个个人去买饭吃 知道吗? 会不会吗? 不会啊 很乖女的 拉太麻烈了 不知道会不会痛吗? 好点儿子,不知痒痒痒 不知痒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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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绿豆沙,又到了吃西瓜的时间 吃完西瓜,姐姐和妹妹送他们去站台 等我从房间出来 等我从房间出来 他们又开始吃月饼了 年轻人消化功能就是强 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